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江奔流 流淌出城市的轮廓 自然的造化 历史的沉淀 孕育了西部的冰珠 这就是 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重庆 重庆 古为八国地 后称八郡 渝州 宫州 以189年 宋光宗赵东 先封公王 在即帝位 称为双重喜庆 随身公中为重庆府 重庆 由子而得名 1891年 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部的内陆通商口岸 抗战时期 重庆 为战时首都 使世界反法系斯战争远东指挥重新 1997年 中央批准设立重庆直下市 扶元面积 8.24万平方公里 下三十八个区县 常住人口三千余万 厚重的人文积淀 灰映唐风送运 梦回明月清霜 八曼子 钓鱼城 红颜精神 文化细于更迈 历史照亮现实 今天的崇敬 焕发新的风采 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时指出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侦点 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 又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2018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要求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2019年4月 重庆迎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清临重庆视察 要求重庆发挥区位优势 生态优势 产业优势 体制优势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真撑作用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两点定位 两地 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 赋予重庆新的使命担当 导航定向 不化未来 抓大数据 促智能化 抓大开放 促国际化 抓大保护 促绿色化 抓大城乡 促融合化 抓大文旅 促品质化 在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中 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 全面落实总书记音音嘱托 重庆 再行动 见效果 开放的重庆 立足西部 放眼世界 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 打造大通道 大平台 大环境 铁空水空四式联动 东西南北四项联通 中欧观点 横跨欧亚大陆 陆海新通道 无缝衔接 一带一路 两江新区 自贸区 中心互联互通项目 展翅腾飞 开放情经济持续发力 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加速汇聚 开放包容的重庆 向世界敞开怀抱 全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朝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 牧之山色 映之水光 重庆是一座山城 江城 绿色是大山大水演奏的交响 供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铸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 给城市铸绿 为生态留白 统筹保护自然生态 和历史文脉 让重庆山水 研制更高 人文气质更佳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创造着更多 绿色红利 这是城市中的田园木戈 乡村里的希望收割 山景水秀 美丽之地 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容颜 最亮的名片 查试着智 顺试着赢 创新 是新时代最深切的呼唤 大数据智能化 成为这座城市的最新富豪 为经济富能 为生活天才 智能产业 智能制造 智能应用协同推进 芯片 液晶面板 智能终端 核心零部件 物联网等 新平气核网 全产业链加速构建 传统支柱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补链成群 老工业基地 幻发生机 重振雄风 新技术 新产品 新业态 新模式 不断涌现 经济发展 新动等 加快成长 沿着高质量 供给侧 智能化方向 重庆坚定前行 古老的香音 生动的人间烟火 别样的重庆 韵味悠长 这是一幅生态美 产业新 百姓富的画卷 一座现代城市 一片美丽乡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各媒其媒 媒媒与共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 智慧旅游 一座智慧之城 未来之城 正向我们走来 这是一方宜居 一夜 一游的热土 这里有事业的作声 理想的天空 创造属于每一个人的高品质生活 重庆正在变得更加美好 记者月 缘者来 山环水绕 江峡相拥 道法自然 天人何意 山水是颜值 人文是气质 大美重庆 美不胜收 美不敬言 站在新的起点上 重庆正以崭新的奋斗姿态 发挥三个作用 应报新时代 进行新思想 谱写新篇章 这就是重庆 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在这里 行迁地 可以智光 让我当 帮助 让我当 帮助 祢 祢 不得 这就是重庆 的